现在是在南京的明孝岭 有来过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一下 这地方挺清静的,空气好 洛托在中国古时候呢 象征着强大有洛托的国就是强大的国 那是麒麟啊,是吉祥的象征 一般只有皇帝的陵墓才会摆这种麒麟的石像 才走的是明孝岭神道的第一段 代表着避邪,吉祥 现在我们要走的是这个神道第二段 都在说了 宣伤 祂 神 神 祂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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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呢就是文化的象征 刚才第一道是吉祥 这个是文武双全 这条道都是跟侍卫相关的 这边全是一些侍卫卫兵的雕像 大家去林宫里面看一下 明孝连的大门 一直勉强压在这个木柜上 一直勉强压一次来 有些地方不太多 就不多给大家讲解了 大家来看视频就好 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这浑身好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从右边开始游了 上来了 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了 而且可能因为前几天分笔太久了 有点刺鼻 没待太久了 这里面以前有没有东西不知道 现在我们去中山林 就是前面那个很大的一个建筑 太久了 点下来 十分钟 中文字幕弄 最后一分钟 现在正式的关系 才能和他们大余的关系 计划 成功 有繁语 人的教育 再走第二个就看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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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孙中山的雕像 然后这边是不让拍摄的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拍一拍 来看一下这个景色 南京城的景色 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